挖掘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這個律師 雷秋律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演科醫師 黃宥嘉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營養師劉怡黎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精神科醫師 王鳳剛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 你有主意嗎 你有沒有資格 那麼日前 現在宜天大哥的女婿叫Garry 他叫陳建 他涉入了詐騙案被逮 現在扯出了案外案 除了有媒體報導說 Garry討四千萬才願意讓余天家 負責孩子的教育跟撫養 現在更傳出來這個瑜伽 原本擔心余怨期的三千萬的遺產 會因為詐騙而被扣押 現在又傳出說老早這三千萬 被Garry敗光了 甚至以後余怨期的兒女 若繼承瑜伽的遺產 也有可能會輾轉來到Garry的手裡 先請教一下志維 就是說聽說余怨期 這個離癌之後 還是拚命的工作接業配 希望能夠多存一點錢 當然啦 而且他接的這個業配或代言裡面 有些老公也有入境 就是他的老公也有一起幫忙賺這個 就拍這個影片就對了 那當然就是因為媒體傳出來說 三千萬的遺產 我個人是比較存疑 就是說因為有講一千萬 有講三千萬 那也有講說 這個也不用擔心了 因為這錢已經被他花光光了這樣 不然他他幹嘛去當車手 有這三千萬他很好過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余怨期 他自己知道他的時間不久了 當然希望他也知道 其實他的老公沒有能力賺錢 那我個人是在二零二二年余怨期過世的時候 其實我去靈堂 就是給他上香 對 那我們在就是靈堂後面的休息室 就是跟余大哥 雅萍姐 我們有在聊天 其實這件事情還沒有爆出來之前 就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女婿跟月婦月母 跟小舅子 這個大姨子的關係好像還不錯 因為我們常常會在祥犬 或是因為雅萍姐是從怨期走了以後 他幾乎不碰社群軟體了 他都不PO文了 那我們知道瑜伽的消息都是從余鄉犬的領書 就會看到 比方說他的孫女生日 孫子生日 或是有些家庭聚會 那Gary就一定會出現 所以當下很多人的看法跟感覺都是 這個女婿好像還蠻有情有意的 這個老婆走了嘛 他還是跟這個就是月婦月母關係維持得不錯 但事實上就是說 在那次的怨期走了 就是在休息室 我們聊天的時候 其實余大哥跟雅萍姐是抱怨 他可以寫成一本書 包括就是他怎麼對他女兒不好 然後包括就是他不賺錢 然後就是一直伸手跟太太要錢 那當然那時候 雅萍姐跟我說 你停停就好了 不要傳出去 因為他還是想要給這個女婿留點顏面 但是因為這次傳出來這個事情 讓余大哥真的氣到 他真的差點 那個講實在話 接到記者電話 都覺得很丟臉 那個心臟差點跳出來 你知道 起到心臟 那所以說我剛剛在問說 跟跟大哥講說 這三千萬跟一千萬 到底遺產是多少 坦白講 我問他們 我問余大哥 問雅萍姐 他們都不講了 就是很低調 就是媒體要講 他們自己在演藝圈也清楚 那提供他一個月賺三萬 但是一個月賺二十萬 這也是媒體報導 可是我相信這個金錢 跟這個事實 比方說他賺三萬 花二十幾萬 這個我相信有可能 因為我在兩年前聽到的訊息 就是說沒有賺太多錢 可是出手都很闊氣 但是這個闊氣 不是對他的妻子 不是對他的家人 都是對他的 我們不要講那個什麼 什麼狐朋狗友 我們不要這樣形容人家 就是他的弟兄們 就是他外面就是開名車 背名牌包包這樣 那是兩年前就知道的事情 只是說這三萬跟二十萬的花費 他本來是你吃什麼頭肉一個月三萬 他跟余彥琦認識的時候 是在建設公司上班 不知道是做業務 還是做就是行政的工作 然後他跟余彥琦 二零一七年認識的時候 其實余彥琦已經已經離婚癌症 只是說他控制得還不錯 對 那他們兩個是打羽毛球認識的 OK 請教一下雷修律師 那余彥琦假定他有身雇保險金 應該有嗎 應該是有 有 這個身雇保險金 應該是老公拿還是誰拿 就看他受益人填誰 對 基本上受益人 如果是填老公加兩個小孩 對 那他的填法可以是平分 或者一到順序分 都可以要看他當作怎麼填 那這樣子分的話 那就會變成那個就不算遺產裡面 就是那個身雇之後 他直接這個收益人就拿走 那剛剛這個志偉也有講 就是說余彥琦在他生命的後期 也拼命的接工作 那如果拼命接工作 想要存一點錢 這屬於婚後所得 對對對 那這個過世之後 第一順位的繼承人是誰 應該說他這個婚後所得 他是要先 如果老公有請求的話 他可以依照這個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選 先請求拿走婚後所得的 這一半 剩下這一半才混入其他的婚前所得 加在一起變成遺產 然後再由老公加上兩個小孩去分 所以說這個意思 其實等於老公可以分兩次的意思 換句話說 假定比方說 余彥琦是婚後所得是兩千萬 對對對 那他老公可以先拿走一千萬 對對對 然後那一千萬再下去 小孩他他老公再再去分 對如果說假定那一千萬 還有婚前所得 假定五百萬好了 就是一千加五百 然後再每個人分五百 所以老公這樣總共算起來 就拿到一千萬加上五百萬 那兩個小孩拿到各五百 這樣子 那小孩還小啊 就是變還是到監護人手上 對他可以管理啦 不過那兩個五百萬就變成說 你只能為了小孩子的利益而使用 那依照剛剛那個狄大哥所說的 就是他拿去跟他的好兄弟們一起花 這個不是小孩子 叫他自圍就好 余大哥以為是余天 狄大哥 他說狄大哥 狄大哥 總而言之就是說 他其實不能這樣子花 即便是監護人也不行 那如果說余彥琦的保險受益人 寫的叫做法定繼承人 如果是寫法定繼承人的話 原生上我們是看他死亡內叉挪 繼承人有誰 那舉個例子 像這個案子的情形的話 就是老公跟三個小孩 但是我們在假定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說比如說假定 有人的死亡的時候是 老公小孩都沒有 那這法定人就會變成是父母的意思 就是看死亡內叉挪 到底那個繼承人是誰 那如果說他的這個保險 他受益人寫成配偶跟孩子 所以他孩子現在還未成年 對所以他這個權益會被老公拿走嗎 應該說只能老公以那個法定 對代理人的這個身份去管理他的資產 管理管理 管理他的他的那個保險金 何謂管理 我拿去買股票算不算管理 如果說假定他自己小孩子名字去買 然後預期將來會上漲 這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什麼就是開戶開小孩子的戶 然後把錢放在這個小孩子的帳戶 對 現在小孩子的帳戶裡面 我幫他拿去買股票是ok的 是ok的 買房子也ok 這些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般的認同上面說 這個資產是會增長的 這都沒有問題 對 那現在他被羈押嗎 就是Gary被羈押了 那看起來是會被判刑 那入了監獄之後 我想他行程度不會太重 因為他是詐欺嘛 那可是現在余天大哥跟亞萍姐把他小孩子接回來 那接回來以後 如果他出獄了呢 那小孩子是由誰監護呢 其實應該這樣講 在這一個時間點 我認為余大哥余大姐 他們就要趕快去申請 就是這個改定監護權 就是改定侵權這件事情 因為他的這個爸爸在實質上 Gary沒有辦法行使他的侵權 根本沒辦法照顧 那我也不讓他名正言順 就是由這個祖父母來照顧 那等到未來他出獄的時候 可以依照這個繼續性原則 因為小孩子現在已經在 我這邊照顧得很好的 那為什麼一定要還回去呢 對 到時候就比較有這個立場 讓法官去斟酌 維持目前的現況 是 但如果他現在 就是只是把他實質上帶回去照顧 沒有進行任何法律上的手段的話 那的確像鄭大哥所說的 到時候回去的時候 那小孩子就回 就回歸爸爸這邊 因為余怨琪走了以後 小孩是他是Gary在帶的 那Gary如果沒有空 就是阿公阿嬤 就是祖父祖母 那余天大哥跟雅萍姐 算是外公外婆 所以所以我剛剛講了 就是逢年過節生日什麼的 會帶回來 所以雅萍姐也有講說 我沒有要監護錢沒關係 小孩您回來讓我帶 因為現在這個爸爸在監獄裡面 人家遺平也是阿公阿嬤 對 所以說這個監護犬能不能拿到 他是一個問號 因為平常在帶的 因為雅萍姐跟余大哥也有說 是他在帶 爸爸在帶是沒錯 對啊 才會說你現在入獄了嘛 那是不是 入獄期間 我相信沒有問題 問題是他出來了呢 是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三千萬的遺產 我個人懷疑有一大部分是那個保險 因為因為他們家三個小孩 就是余怨期最會打算 最省錢 是 很會精打細酸 知道要儲蓄 現在看到的訊息就是說 這個女生不可信 大概得到的訊息是這樣 那如果不可信的話 其實就會衍生很多的問題 那等一下我們會來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